7点49分,回来先关心国际的财经讯息 美股力甩升息阴霾,周二四大指数收红 道琼上涨将近300点,创下6周以来的最高记录 另外标普涨幅超过1.6% 创下9月底到现在最高的收盘价 纳指和费半也进阳2.2% 主要是受到脸书母公司Meta 还有科技五大天王领涨之下推动了美股走高 另外通用汽车等财报获利表现也很亮眼 市场预测联准会将在下周升息三码之后 未来走向宽松升息幅度大幅放缓 在美元缓和美债殖利率回落下 为美股反弹带来了空间